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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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好像很不適合 你可能想到用機械人幫你種植物 但是我其實如果你說講得科學生資 就一定不止這些 大家都很可能聽過 有人是企圖將一些細菌或者微型的器官 去連結到一些晶片甚至一些機械那裡 有時候就算看卡通片也看到 有些很瘋狂的科學怪人或者神經博士 去將一些人腦或者一些生物的腦 去駁到機械那裡 令它可以有機械的身體來運作 這件事好像聽起來很科幻 還有有些卡通的素材 但是現在其實一直是有科學研究人員在做這件事 其中有一個我們以前好像有提過一下 但是未必很仔細的 就是說改造蟑螂 令蟑螂揹著一些儀器 然後就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拿來在一個譬如地震的現場 或者是有時候很不幸有垃圾的現場 那裡尋找生患者 在現場上放一堆附帶著電子儀器的蟑螂 然後蟑螂是懂得受它的電子儀器控制 知道自己的任務 是尋找一些有生命的痕跡 然後再懂得把數據拿出來 就說下面的生患者究竟具體在什麼位置和什麼狀態 就能夠傳出來 我們就是貪過蟑螂夠輕巧微細 可以去找東西 但是當然就是作為一個不幸被埋的人 如果突然發覺有一堆蟑螂拉過來 都很驚嚇的 我們今天其實不是要講這個 其實我們還有想到很多其他的發明 就是怎樣去結合到這些生物和機械 然後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呢? 譬如你說的是一些藥物的運輸 我吃了藥下去 我怎樣可以找一些東西幫我帶去一個特定的位置呢? 那你也可以打這些生物的主意 現在很有趣的是 就是這個星期就是CNN有一個新聞 有人就拿了一些真菌類的那些菌 那些真菌 真菌都是生命體的一種 我們吃的菇基本上都是真菌 任何菇都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那些發了蟑的蟑菌都是一些真菌來的 那些真菌它是可以對外界刺激有反應和它有繁殖能力的 它三顆菇出來的就重新繁殖的 那現在我們就說呢 我們拿了一隻就是 就是橫包菇 橫包菇它的那種的真菌 就發覺它原來是很特別的 就是對光有反應的 它感受到一些光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電訊的信號走出來的 而那些電訊的信號是足以強的一個地步呢 是可以推動到一個電路 令到那個電子元件可以感受到這個信號 而給到反應出來的 真是很有趣的 台長你是不是昨天也有看到這個片子呢 這塊東西呢 你看到什麼東西呢 就是在你現在身後出現的 我看不到一個菇 我看不到有來動東西去 是啊 它就不是一塊菇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這件東西 下面就好像一個海星一樣有一個爪 上面就有一個黑色圓形的盤 盤中間有一堆白色的粉末 那堆白色的粉末就是那堆的真菌來的 那堆真菌的生命體來的 然後呢 在它的上面呢 你間中呢 就閃了一些光下去 當你打了一些光下去呢 那些真菌呢 它就會有反應 將這個光的信號 經過它接觸到反應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的信號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一個 由光可以產生到電信的一件事 而這個電的信號呢 就會被它接駁著的一個電子元件感受到 就令到突然間有電接收到通過 於是整件器械呢 就懂得動 就會彈了一彈 那就是整個過程就是有光能 經過了這個真菌 就變成了電能 這個電能最後變成一個機械的動作 那就很有趣了 整件事變成一個 因為光的緣故 對於那個的 有一個動作就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說是一個由光學控制的一個這樣的儀器 但是中間其中一個媒介 就是說它運用到一些 我們很時常很容易接觸到的有生命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不是純粹做這個機械人 而要有一個生物的混合機械呢 英文叫做Biohybrid Robotic 對了 就是這件事不是為做而做的 那你如果問我 那拿這個杏包菇的那些這樣的真菌來做 那有什麼特別意義啊 那很多時候你要看用那個場合在哪裡 譬如說我剛才所說 為什麼要把電子零件連到一隻蟑螂裡 令蟑螂受理控制 會聽聽話幫你找生患者 就是因為我貪的蟑螂懂得捐通捐駡 還有可以在比較堅強的環境都生存到 所以就要這樣用它 OK 譬如說如果有時候我是要在人體之內 這件事是要放在人體之內的 放在人體之內的東西 你就希望可以進去拿出來 或者就算不拿出來的時候 你都要預算它的成份是無害的 是可以被人體分解吸收 於是就提供了一個方便 譬如有些簡單到的就是 如果你想照一些搶鏡 除了你是擺一個內規鏡 但是譬如說小搶那些搶鏡 你是不可以用你正常的內規鏡去看的 內規鏡只是看大搶 照搶鏡就是看大搶、直搶那些 到小搶你就要怎樣照呢? 你就要吞一顆鏡頭下去 那顆鏡頭一顆超級大顆 一顆藥丸的東西你就吞了下去 我想它都有成個鵪鶉蛋那麼小的 然後它就可以穿過了你的食道 下一個位置 再下一個小搶那裡 一路就可以將周圍的狀況記錄了下來 那這些東西你是如果因為正常的消化道 你就可以進去排出來 但是如果說那樣東西是要入血管的話 那怎麼辦呢? 什麼東西能夠最容易入到血管呢? 你一定是說一些生命層面這麼小的東西 而且希望你不要涉及到重金屬 而那樣東西最後就是可能涉及到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那樣東西可以對外界給得到反應 而不牽涉到電子零件的東西 最好就是生命體 或者生命體的某一部分 就是最好是用一些有機的東西去做 就是到今時今日我們都會想的 我們的一般的電子元件 可不可以全部用有機物來取替它呢? 譬如我們的電話 我們現在裡面怎麼都有一些貴重金屬 和重金屬在那裡 有人都會想的 可不可以全部的東西整成為一個有機物 當然我們不是想著可以整部電話吞得下土 但是其實就是說如果這些微型化 牽涉到和生物相互作用的一些元件 就最好用一些有機的成份來去做 所以這個研究就是甚至一系列的 為什麼要想到一些生命體 和一些其他的電子元件的結構來去相互作用呢? 有部份是這些原因 那我就想到一個想法 裝個相機在一個蟑螂的頭部 是不是捐通捐通 是不是看到很多東西? 是的 就不只是尋找生還者 你真是爬渠 是不是? 不用派一個人下去 你找一個蟑螂去 和你看一下渠 是不是? 有時候不只是看一條渠 你想看一下海洋生態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電子零件 放在同一個魷魚或者蜜魚結合 甚至乎是水母去結合 令到它就可以由那個生命體 帶你去漫游一下整個海洋呢? 那你就不用弄這麼辛苦的裝備去看 是不是? 那有些在那個新聞裡面都有提到的 如果我想將它 有人是想去做一些treatment 就是一些的治療 可能是放一些藥去子宮或者卵巢那裡的 那其中一個好的辦法就是 有什麼可以安全地去進入子宮卵巢那裡呢? 精子 精蟲啊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令到精蟲 變成你的機械人去幫你去執行任務 來將一些藥去帶給那個女性呢? 所以就不要只是想著繁殖生育 是直接說整件事可以帶來一個新的療法 那所以一有這些生物介入到的一些方法 就令到我們多一些的方法在醫學上 和一個生命和生態研究上多很多的選擇 是的 那剛才那個呢 你和我查一下有沒有人提過? 如果沒有人提過 就是把鏡頭放在蟑螂的眼裡呢? 你就麻煩我 我就會申請這個搞笑諾伯議長 是嗎? 絕對可以啊這個 是 OK 好啊 我們除了講這個 還有一件事可以講的 還有一件事可以講的 世界上最老的棵樹在哪裡? 那它就不僅是最老的棵樹 為什麼突然跳到這件事呢? 剛才說的好像很微型的 就是要在那個細胞生命層面的 但是就是有件事要問一下大家想一下 你認為世界上體型最大的生物是什麼呢? 那很可能大家會想 會不會是鯨魚呢? 那它是海裡的生物就生到很大隻的 那你陸上的生物都不可以生到好像鯨魚那樣大的 那你說已經絕種了那些恐龍算不算呢? 那絕種了 但是我其實告訴你 有一世界上現在現存有一件還未死的東西 它是比恐龍的體型更大 而且它大到的地步是什麼呢? 是有50公廷的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40公廷 那那件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台長你在畫面裡找了出來 其實它是一棵樹來的 說原來這一棵樹很厲害 它一直就是 不只是樹幹 是直接連根一直蔓延 然後根生到不同的地方 又生了新的樹幹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一大片的森林來的 但是很有趣 經過我們的基因分析研究 我們竟然發現這個40公廷這麼大的森林 上面這麼多樹 這麼多植物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來這幾棵樹裡面的DNA 原來是同一個DNA 就是它來自同一棵植物 它們原來是同一棵植物下面的根是連起來的 就是這樣就很有趣 我忽然想起那些天干地支的概念 就是你在那個根那裡是完全同一個根 但是上面大家出來的那個樹體 就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分佈很廣 但是由那個基因分析 它們原來是同一個生命體 同一棵樹 它存在這個世界上多久呢 也都非常誇張 一萬二千年 照計就是 這件事我想不只是由那個樹的年輪那裡 可以估算到的 因為它有一些樹幹是比較年青 有些樹幹是比較年老的 所以它應該就是由回到那個基因層面 去問回它經歷了幾多長的時間 但或者它基本上可以由樹根裏面 可能做一些碳十四的研究那裡 也都可以在那裡做一個比較出來的 那就是相比於我一直以為 如果你說在那個中東啊 以色列啊 非洲啊這些地方 找到最老的那些麵包樹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呢 可能都是講著二千年三千年啦 那都叫很厲害啦 叫千年古樹啦 但是原來現在呢 是我們世界上有一棵萬年古樹在那裡的 但是這個古樹不是一棵嘛 你看上去好像那棵樹 它是不是在下面那裡 它的種子一直散出來 有很多不同的樹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算我們現在看到那些榕樹 都可以這樣的嘛 它可以生到它一路蔓延出去的嘛 它一路的枝葉出去之後 那些氣根下來又會有一個新的樹幹 然後呢 就不只是一棵樹了 可能是幾棵樹 甚至乎整個覆蓋的一個 一個森林 一個森林仔 都可以是原來由它一路的生出來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 為什麼我們一般來說 不是太健是這樣的呢 就是因為有其他的樹 一直去欠資源的嘛 那個樹又可能 有些是同一個地方 有幾棵不同的樹 但是它們會互相競爭 所以它們就不會說連成 它們就算連成都在一起 但是它們也都會有各自的基因在那裡的 就是可以共存可以變連理樹 但是也都如果你說它不約束給它生長的時候 它可以有能力是一路去蔓延 甚至是它搶贏了其它樹的資源 就令它成為一個最大的一塊 那就是說這棵樹有什麼意思呢 很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是那些藝術家來的 我想是做聲音研究的人 它特意去聽一下這棵樹的聲音 我想它聽的方法 和你的醫生用聽筒來聽它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純粹聽一下這棵樹 它有什麼聲音在裡面傳出來 就發覺有些很有趣的就是說 你是聽到樹 它一直在地球生存的時候 那種氣息是怎樣的 譬如說那些聲音不是說它有內臟有器官有心跳 譬如說它一直是有模式官作用吸收了地下的水份上來的時候 你聽到那些水流動的聲音 然後因為它整件是固體的東西 你就聽到它在另外一端很遙遠的樹幹那裡 上面那些樹葉被風吹到的沙沙聲 就可以經過了整棵樹的樹體由樹的另一端那裡聽到 那你可以聽到原來這棵樹本身就是 它就算不是自己本身發出聲音 它們其實就不停地可以收集到大自然外界的聲音傳過來 如果你說真的比較屬於這個植物本身的樹的聲音 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它吸水的時候的聲音 那有人甚至乎去做過一些研究 如果你肯定將一棵植物的枝和葉剪下來 它是有聲音會喊痛的 而那個痛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它裡面的水流的模式改變 而給出的一個信號來的 所以很有趣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自然可以生到的東西這麼大 但也給出一些很有趣的信號 因為這裡有一個藝術家 也不是科學家來幫我們去做這個紀錄 嘩 我聽到很害怕 大家知道最近香港砍很多樹 你砍它 它在喊痛的 這個痛本身是不是來自那種痛感神經 這樣以植物來說應該不是的 我們現在在科學研究上 我們比較有一個系統 比較有一個科學的思維來界定什麼為之痛的 譬如我們知道一條魚沒有了肤肉 怎麼為之痛 尤其是越複雜的生物 它整個神經系統的複雜程度 基本上你就可以界定到它那個痛的程度有多少 因為痛很多時候就是它有多少個信號 它有一個回傳傳輸給它的腦來做分析 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它的痛的程度 其中一個測量的標準來的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它整個內分泌 分泌那個自身陣痛的那些荷爾蒙有多強 也是一個標準來的 但是樹就沒有這種機制 所以我們不會認為樹是真的自己會感覺到很痛 它不會痛它不會喊救命的 所以不用怕 我們這一集的結束我們下一集回來